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月4号星期五 咱们今天来聊一下 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发微博 要状告最高人民法院的事 这个事情你稍微一想 就会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事 你说小崔要真的起诉了 会有法院受理他的案子吗 因为被告是最高法院 要是在这个官司里面 真的最高法院 他打输了 就是在下级法院的判决里面 上级法院输了 他可以选择上诉 一上诉就上诉到他自己那去了 他又是上诉人 他又是裁判机关 他可以做出一个终审判决 判自己赢了 你说这是不是一件 特别有戏剧化的事呢 中国现今的所谓最高人民法院 它和西方的那个最高法院 在职能上是有区别的 中国这个最高法院 它是一个终审裁判机构 就是刑事案件民事案件 到他那做出一个判决 就算到头了 就不能再上诉了 而西方的最高法院呢 通常是宪法法院 就是他不对刑事案件民事案件 直接做出裁决 他是负责解释宪法 指导司法活动的 只有在诉讼当中出现了 涉及宪法的争议 才会上诉到最高法院 来做出宪法解释 那么崔永元 为什么要状告最高人民法院呢 那是因为在陕西有那么一起涉及金额非常巨大的矿权案 居然在最高法院里面 那个案件卷宗文件丢失了 其实就是被盗窃了 崔永元去年年底 2018年底 在微博上披露出了这件事情 一开始呢 最高法院不认账 说崔永元造谣 后来呢 又承认有这个事 说要展开调查 那崔永元就要求最高法院就这个造谣的说法呀 你得道歉 因为你撒谎了嘛 这个事情确实是存在的 你批什么谣呢 而最高法院没有回应 所以崔永元就在1月2号微博上发声明 说想要起诉最高人民法院 和刊登了法院那个批谣声明的上海媒体 问有没有律师愿意代理这个案子 然后就有好几个律师表示很有兴趣 崔永元曝光这个卷宗在法院内离奇失踪 然后又不依不饶的要最高法院认错道歉 这个事儿啊 他确实很有可看性 他很有内涵 因为这个事情 他是暗中暗戏中戏 咱们这儿呢 一二十分钟的节目 要把整件事情讲明白了呢 确实需要很长的篇幅 大家也记不住那些细节 所以咱们呢 就简重要的说 挑那些关键节点 把这个事情的框架说明白 重点呢 是说它的内幕 这个故事虽然它由来已久 拖了很长的时间 但其实啊 它的内幕并不算掩盖得很深 就是说 咱们只要把这事儿的框架捋明白了 哪些人有最大的嫌疑牵扯其中 这个案子 它指向哪些掌权的高层人物 其实那个线索啊 是很明白的 并不复杂 那咱们这里呢 就把这个事情分成上下两回来说 就像说评书一样 分成上下两回 上回书呢 是陕西矿权案本身的纠葛 下回书是这个案子 到了最高法院以后 所发生的离奇事 那先来讲上回书 这个事儿要从15年前开始讲了 2003年有一家叫做凯奇来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民营企业 它和西安地质矿产开发院签署了合作勘查协议 这两家公司 我们接下来简称凯奇来公司和西勘院 合作的内容呢 就是勘探位于陕西省榆林地区的煤矿资源 合同约定双方按照8比2的比例出资 也就是由凯奇来公司负担大部分勘探费用 相应这个矿藏探明之后 不管今后矿藏是升值啊 还是要联合开发 还是要转让矿权 所产生的收益 也是按照这个8比2的比例来分成 因为碳矿的风险很大嘛 完全有可能花了大笔钱血本无归 所以为了碳矿谁出钱多 那么收益归谁也就多 就是这个原则也是蛮合理的 好双方签了合同以后呢 送到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去备案 按照规定这个合同向政府备案就可以了 但是陕西省国土厅还是履行了一遍批准手续 2004年8月份国土厅批复 可以合作勘查 然后呢这个凯奇来公司就向西勘院 先支付了1200万元 相当于碳矿的前期费用 好这一步呢双方合作都很愉快 没啥问题 这是第一小节 接下来问题就出来了 因为没过多久真的就探明 这一个地区有丰富的煤矿储藏 矿区的面积呢是260多平方公里 储量接近20亿吨 矿藏的价值是在千亿元人民币以上 突然发现真的是个聚宝盆呢 这个西勘院他就不认账了 就觉得跟凯奇来签那个合同签亏了 他就说和凯奇来公司签的那个合同呢 是和陕西省政府的一个会议决定的冲突 所以就不能够再履行这个合约了 2006年4月份西勘院和香港的一家公司签订了另外一份合作碳矿的合同 而这份新合同他所划定的区域和上一份跟凯奇来公司所签订的合同呢 他大部分区域是重叠的 什么意思呢 其实很明白 就是你还探什么探吗 前面那一位都把这个矿区的位置啊 储量都搞明白了 你把两边探矿的区域划重叠了 那就等于直接把前面那一位人家已经探明的矿区给抢去了吗 这事是比较明白的 往后的事就没啥悬念 就打官司呗 2006年5月份 凯奇来公司就把西勘院告上了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老实说呢 这事的过程是比较清楚的 最早2005年国内很多媒体就有所报道了 这个2004年陕西省国土厅 它也有同意双方合作探矿的批复嘛 所以呢 一审的过程呢 很快 大家就判决凯奇来公司胜诉 双方的合同是有效的 应该继续履行 你西勘院得向凯奇来公司支付违约金 把探矿权你得转入凯奇来公司的名下 你后面跟那家公司签的探矿合同是无效的 好 一进入最高人民法院呢 这个官司就成了马拉松了 这个时候呢 有内涵的情节就出现了 2008年4月份 当时的最高法院副院长西小明 主动邀请陕西省政府官员去最高法院协商案情 这个举动里面有两个要点特别值得注意啊 第一 就是这个案件过程中涉及到了地方政府 按照正常的程序呢 就是他得在庭审过程中 传唤地方政府派人出庭作证 这是一个正常的司法程序 可是现在呢 是这个案件还没有正式二审呢 法院就先找地方政府商量这个案子该怎么判 他就严重破坏了司法独立的严肃性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要点 就是当时的陕西省是谁主政呢 省委书记就是现在的中纪委书记赵乐际 咱们先把这个线索埋在这啊 接下来还会提到的 协商完了以后呢 这个陕西省政府 他真的就给最高法院去了一封信 提出了建议 就说如果最高人民法院维持之前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那个判决呢 会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 会给陕西省的稳定和发展大局 带来独立影响 就上纲上线涉及到稳定的层面了 这个意思就很清楚嘛 就是希望最高院推翻前面那个陕西省 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嘛 这封信函的内容曝光之后 当时还引起了很大轰动 在2008年 就是这个地方政府居然公然干预司法呀 南开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侯心 他联合了好几位法学家 也发了一份公开信 呼吁抵制陕西省政府干预司法 但是这个呼吁呢 最后没起啥作用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二审裁定 说一审事实不清 把这个案子发回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 既然发回重审 那就没什么悬念了嘛 于是2011年 这个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做出了改判 说西刊院和凯奇来公司 在2003年签的那个合同是无效的 接下来呢 就轮到凯奇来公司上诉了 他不服 他把这个案子又上诉到了最高法院 这是第三小节啊 于是呢 到这一步相当于案子第二次进入了最高人民法院 然后呢 就又拖下来了 直到2013年的6月份才第一次开庭 又过了三年多 到2017年的1月份 在最高院是第二次开庭 但是在2017年底 最高法院做出的终审判决啊 是凯奇来公司胜诉 这是第四小节 官司到这儿算完了 可是故事并没有结束 因为按照法治日报的说法 终审判决的执行受到了抵制 那么终审判决就有成为白条的风险 所以崔永元他曝光出这个事情 其实是在终审判决的一年之后了 好 第一回书到此为止 咱们简单做个总结 这个案子的脉络呢 还是比较清楚的 就是西刊院是比较典型的一女二嫁 就好比你家有个女儿 然后你们社区 左邻右舍有家小伙子 大家都是平凡人家交往不错 于是就结成儿女亲家 让两家孩子先订了婚 然后你把你们家的一处房子就重新装修 给女儿做陪嫁 结果装修的时候 突然从地板下面挖出了几大坛子黄金 可能是以前的房主埋在那儿的 突然你就发了财 成了财主了 觉得自己有身份有地位 回头一看 觉得这个婚是定亏了 我们家女儿不应该嫁给这么一个平凡的人家 还好小两口只是订婚嘛 还没有到拜堂进洞房那一步 所以就赶快毁婚 把自己女儿许给了另外一户有身份的人家 那人家平民小伙子就不干了 就把你告到了县衙 县太爷一看 这个事情很清楚嘛 有婚约有彩礼 你毁婚无礼 所以判你输 你还得履行婚约 于是你一看这县里面走不通 咱们就结交上一级官员嘛 去巴结府台大人 然后呢 就说这个婚约彩礼 啥啥是违反的规定 是不算数的 而且你这个新女婿呢 也是比较有背景的 能有活动能量的 于是这个府台大人呢 就把案子发回重审 就又做出了有利于你的判决 他的那几个回合 大致就是这么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几个角色是很可疑的 一个是陕西省政府强力西刊院出头 最高法院还接受了陕西省政府的请托 第二就是西刊院和这个凯奇莱公司毁约之后 他和另外一家香港公司签订了合作碳矿的合同 那请问这家香港公司是什么来头啊 他的实际控制人是谁啊 他一出面就接手了一个价值千亿元的矿区开发权 你说他就是一个纯港商吗 他背后是谁呢 对不对 以我们对中国社会那个了解 这当中必然涉及到巨大的利益交换 另外一方凯奇莱公司呢 也得说一下 他把这个官司一直坚持下去 打成了僵局 有能力制造僵局 他最后还赢了 那也不简单呢 那是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也有投献之举呢 投献就是投送的投 奉献的献 它是中国古代一个名词 它指的是一个势力比较弱的人 把自己的财产自愿奉献给豪强官宦之家 取得后者的保护 那是不是凯奇莱公司为了打赢官司 他也走了上层路线 有这一类的投献举动呢 这个就不好说了 反正凭着大家对中国社会那个理解 做出一个合理的猜测吧 这是故事的第一回啊 故事的第二回 它和第一回呢 时间上有点重叠 它是从2016年11月份开始的 就是发生了非常离奇的事件 在最高法院之内 这个案件的正负卷宗 居然在最高法院之内 失踪了 被窃了 按照经办这个案子的法官王清林的说法 卷宗丢了以后呢 他去查监控录像 居然告诉他说两个摄像头都坏了 什么都没有拍下来 你说北京那个洪黄兰幼儿园为了省钱买了劣质的监控设备 一到掉监控录像的时候就说硬盘坏了 这事儿咱就不去说它了 你说连最高法院买的监控设备 也是山寨货 也是劣质设备 这事儿谁信呢 你找谁说理去 你像摄像头这种东西吧 它一般不坏 特别是室内的监控设备 它不像室外设备那样 受到风霜雨雪的影响 它更不太可能坏 你说偏偏到丢卷宗的那个时候 它坏了 这真的是非常巧合 而且不是一个坏 是两个摄像头一起坏了 那只能说是非常非常巧合 那么非常非常巧合 在现实中其实就等同于不可能 更巧合的是偏偏丢的是二审的卷宗 大家注意是二审的不是一审的 那请问二审的卷宗里面有什么呢 就应该包括咱们前面所说的 前最高法院副院长西小明 邀请陕西省政府官员来协商案情的记录 还有包括陕西省后来给最高法院发的函 请求这个案子该怎么判 就应该包括了这些文件 那这些文件呢是反映了陕西省政府 为了影响判决和最高法院交往的过程 那么请问这些文件对谁不利呢 这个问题很重要 因为有人要偷这个文件嘛 那肯定这个文件的内容对某些人不利 首先是对最高法院自己的官员不利 西小明他其实在2015年 已经在反腐运动当中落马了 第二呢 就是对当时陕西省的主要官员不利 那我们看看当时陕西省主要官员是谁 从2007年到2012年 陕西省的省委书记是赵乐际 差不多同一时期 2007年到2010年 陕西省省长是袁纯青 袁纯青早就靠边站了 卷宗失踪事件是发生在2016年 到那个时候 这个二审文件当中所牵扯到的来头最大的人物 就是当时担任中组部部长的赵乐际 凯齐来的负责人赵发奇 透露出的涉案官员最高指到袁纯青 但是呢 他也有一句话 叫做关键人物肯定比部长大 话只能说到这儿 袁纯青只做到省部级 在他之上 那我想最有可能的就是 曾经做过陕西省省委书记的赵乐际了 这个卷宗被盗啊 很显然是内部人员作案 失窃时候呢 两个摄像头离奇的都坏掉了 失窃发生以后 2017年1月份还照常开庭 最后呢 是凯齐来公司胜诉 那就说明偷卷宗的人呢 他并不关心谁胜诉 他只是关心这个二审卷宗里面的某些文件和内容 是想销毁这些内容 对吧 这个很好理解 崔永元去年年底曝光这个事之后呢 最高法院还出面辟谣 都表明这个内部作案者呀 他是牵连到现任最高法院的高层的 所以我说呢 这个故事讲起来虽然很曲折 但是只要梳理出个大致的框架 他牵扯到的高层人物是谁 线索指向的目标是谁 其实还是相当清晰的 虽然是个猜测 但也还是比较清晰的 一个就是最高法院的现任院长周强 再有一个就是现任中纪委书记赵乐际 并不复杂 这个故事你要往深里说 要展望他的话 其实还有第三回 是更有内涵更高潮的部分 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到来 那我们就看看他以后会不会到来吧 就是这个卷宗失窃是发生在2016年 请问他干崔永元什么事呢 事情又过了两年 2018年底 崔永元把他曝光出来 请问是为什么呢 那我们就要提出这个问题 崔永元第一篇爆料的微博 是2018年12月26号 然后最高法院在新京报和澎湃新闻 发辟谣声明 说他造谣 作为回应 12月29号 崔永元又贴出了被窃公文的截图 最高法院一看啥 你崔永元手上是真的有料啊 赶紧认怂 承认有卷宗失踪这个事 说要调查 12月30号呢 华夏时报又登出了最高法院审理这个案子的法官 王清林 他自拍的视频 就讲述这个卷宗丢失和摄像头离奇坏掉的经历 所以大家看这个爆料过程啊 他其实很有讲究 小崔他干了这么多年的深度报道 那肯定有不少人给他喂料 希望他帮助自己嘛 所以崔永元这么些年他肯定手上存了不少料 他以前说那举报影视大腕逃税的那些材料 他就存了几大抽屉 看起来呢不是虚张声势 他选择2018年底把两年前的一桩案子曝光出来 出于何种目的啊 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他是先放了一个风 看最高法院不认账 就登出截图表示自己有实在的证据 逼得这个最高法院承认确有其事 然后呢 再由另外一家媒体发布当事法官的自拍视频 所以他是多头爆料 表明这个证据存放在不同的地方 不止我崔永元一个人有 所以你光对付我没用 你想给我莱茵的 其实没那么管用的 还有别人手上掌握着证据呢 然后他就不依不饶的扭着最高法院道歉 其实你看他这一系列做法是很有章法的 崔永元现在所扮演的角色 在我看来其实有点类似于五六年前的财新网 财新网那个时候呢 是通过一篇篇重磅的调查报道 暗示反腐斗争的进展方向 但是现在王岐山不当中纪委书记了 所以财新网估计也很难有五六年前那种作为 财新网是一家传统媒体 现在不是实行玩自媒体吗 是自媒体的天下 所以就换小崔微博爆料登场了 从他去年打响第一炮 就是第一轮炮打影世界逃税 弄得范冰冰失踪了三个月 又大出血八个亿 这第二轮呢又来了啊 你看是打脸最高法院 死扭住他不放 所以大家到这一步应该都看清楚了 这一系列行动是事出有因的 是有来头了 你说你一般人敢这么来劲吗 和最高法院死磕 你有几条小命呢 而且呢 失窃卷宗这个事情发生了 就是有人会冒险用偷卷宗的这种方式 来掩盖实情 他必定牵扯到非常紧要的内幕 所以崔永元呢 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相当于往人家裤裆狠狠踹了一脚 总结今天的话题 这个凯其来矿权案 和卷宗在最高法院丢失事件啊 比较大的可能是涉及到了 现任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和中纪委书记赵乐际 现任今呢 是有人借崔永元 拿这个事情出头做文章 那所图谋的目的具体是什么呢 因为现在资料很有限 我们不敢做过于详细的推断 只能是说鉴别出有这个苗头 接下来要静观其发展 至于这个事情的后果 对社会是不是正面的 是不是有益的 那也需要假以时日来观察 这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 明天在咱们的会员网站 文招.ca 特别节目专栏 是硅谷隐功带来的节目 2019愿我们不再孤独的第二集 这一集节目里面呢 它谈到了一个很有争议的现象 叫做白男亚女 就是亚裔女性在海外择偶的时候呢 倾向于选择白人男性 这也是让海外华人男同胞们特别吐槽的一件事情 就是华人男性在海外吧 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 压力很大 经常呢 也觉得别人不待见自己 结果在择偶的时候呢 居然还受到本民族女同胞的歧视 这个事情特别来气 在这集节目当中 尹兄解释了中国人当中 一种很独特的现象 叫做逆向歧视 就是顺向和逆向的那个逆向啊 歧视这种行为呢 它在不同人群之间都会发生 你像不同的性别 和不同的年龄阶段的人之间 都会发生歧视这种现象 但是以民族和种族 这个类别来化界的话呢 一般歧视现象是发生在 不同民族和种族之间 就是说你歧视嘛 肯定是指歧视外族人 但是中国人呢 有一个独特现象 就是他很强烈的歧视行为 是发生在针对本族同胞 是本民族的内部 所以叫做逆向歧视 尹兄这集节目 就解释了这个现象 那么在YouTube上面 我们就是下个星期一 再见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大家